戀情断断断烈,皇妃廿年坎坷情怒 跟她自己填字的这首歌一样,皇妃的每段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 九三年同德惟相戀,三年后,事业如日光中的妃,突然失踪了几个月 正因为秘密去了北京,平德惟结婚兼待产 但她们的夫妻关系,即是维持到九九年 德惟高调承认和高原的恋情,让人离婚收场 这次婚姻失败,并没有令妃对爱情却告 零年年同失去十一年的情风发展子弟戀,更当众世纪拖手 不过三年后,以为柏芝嫁药,令恋情无疾而终 但平凤上年同柏芝离婚后,就曾经说过,阿飞是她一生中最爱 而与李阿鹏的这段婚姻就持于04年 阿飞还为了爱情,而淡出娱乐圈 05年结婚,06年生了女女离宴 可惜阿飞这次仍然能将爱情进行到底 昨日与李阿鹏在微博宣布离婚,结束九年情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——YK